原本看准这次台湾灯会商机 国内一家知名的食品业者进驻台湾灯会的美食区 没想到进驻三天后看不到人潮便撤摊走人 让承包商一下损失2000多万 向彰化县政府提出申诉 县政府方面回应 美食区生意稀落 主要是因为撕摊太多造成人潮走不过来 警方会加强取缔撕摊 满满人潮走进灯会现场 大马路旁就是私营摊贩的汇集地 民众排队购买 老板的手从没停过 板关合法美食区不但没有人潮 知名食品业者看到这种情况 只好决定撤摊走人 哇 你看 16天啊 有的人啊 拿了100多万的货进来啊 三天就回家了啦 那蹲着呢 回家了啊 看不行啊 你看后面 你们等一下自己去看后面 有没有汤味 他跟我讲是差不多约100万 还有人工资的部分 他们也准备非常多 承包商表示 每一摊8到10万元不等的租金 像这家快炒店乘租了20个摊位 最少也要160万 眼看人这么少 如今也不租了 留下这些用具等待回收 而这位来自花莲 卖印度甩饼的摊商也反映 来美食区光布的游客 实在太少了 都没有人进来啊 一天做多少钱 很少啊 两三千块而已啊 就是在道路的部分 当然警察这边 他会来做进行这样一个取缔的工作 那至于在私人空地的部分 那这是可能就是根据各个局处 相关的法令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置的动作 承包商表示 北登区规划250个摊位 现在撤到只剩下20几个摊位 南登区规划120个 如今更撤到一个不剩 承包商希望县府负起责任 保障合法成都商的权益 新常也在电视 叶锡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